大家好 我是阿貝 很開心今次可以參與到Creator Spotlight 想知道我和普通女子孫女拍了什麼影片 人你小就快點拍片啦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啊 大家好 我是孫女 很高興參與這次的Creator Spotlight 想知道我跟貝歐日本的阿貝 拍了什麼搞笑的影片嗎 那就趕快點開這支影片看看吧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喔 大家好 我是阿貝 今次的影片很特別 因為我將會和其他YouTuber合作 而且是來自台灣的YouTuber 她就是孫女 今次得到這個合作 我非常開心和緊張 首先很感謝YouTube終於發現了我 邀請了我參與今期的Creator Spotlight 今次的主題就是 一起笑過救 我心想簡單啦 我一定很容易令到你們一起笑 為什麼呢 因為聽我說國語是不可能不笑的 現在我就快點和孫女見過面先啦 孫女你好 我是阿貝 大家好 阿貝你好 我是孫女 孫女 我讀的標準 很標準 孫女 孫女 好啊 那我現在 我首先問你這個問題 好啊 就是我想問你 你喜歡去日本旅遊的嗎 喜歡耶 我去過的國家沒有很多 但是我去日本 應該有三四五次 那你有沒有去過 日本的西國嗎 是不是 西國 西國 對 也有去過 沒有 我只有去過 大阪 東京 就只有這兩個地方 好 那你知不知道 西國裡面有一個景點叫 天使紀錄 什麼 有沒有聽過 天使紀錄 對對對 有沒有聽說過 我查一下 我查一下 沒有聽說過 我給你 交片給你看看 我要準備 準備 是不是 這個 有沒有看過 海邊嗎 對 就是一個 沙洲的感覺 個小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景點 沒有耶 沒有 嗯 那這是很 在西國很有名的一個景點 叫這個 我不懂怎麼說 小 倒肚 小 這個嗎 這個 西國裡面有一個景點 叫小 這個 叫小 倒肚 小 倒肚 倒肚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說 那個 呃 那個斗是 七的斗 吃的斗 哈哈 越來越複雜 寶子 哦 倒 倒 小倒肚 小倒肚 小倒肚嗎 小倒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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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過沒有 有沒有聽過 我查一下 應該有 沒有耶 查到一些新 台灣的東西 哈哈哈哈 這個 小倒肚 小倒肚 有有有有有聽過 以為是哪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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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米的倒 哦 不是不是 小倒肚 這個怎麼讀 讀一遍給我聽 小倒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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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讀 下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去過香港 嗯沒有 我有去過澳門 澳門 澳門 那你知道香港有一個 迪斯尼的嗎 嗯我知道 對 那迪斯尼呢是在我們 一個叫新澳的地方 叫新澳 我有寫給你了 我怕你不知道我猜說什麼 這個 新澳 對 在迪士尼是在這個區域的 香港這個區 迪士尼是 然後 我想說的是 在這個地方裡面有一個很像 這個 景點的地方在香港 我就是想介紹這個地方給你了 在新澳的小豆島的感覺這樣 對對對 好啊好啊 然後 對 但 但我知道現在我們都不能去旅遊了嘛 所以 我就 先去了這個地方 然後我把它 印成了這個明信片 什麼明信 Postcard 對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想寄 這個Postcard給你 怎麼這麼好 所以你已經去那邊玩過了 對對對 我看看 我覺得 這個感覺也很像日本的 現在不能去旅遊就 寄這個Postcard給你 讓你感受一下旅遊的感覺 啊很漂亮耶 對呀對呀 我覺得很 很美的這個地方 但是一個沙洲的概念 對對對 但是就 短 距離是短 短很多 比日本的短很多 希望你喜歡 你之後給我地址好 好啊好啊 你之後給我鞠子 嗯 很期待我們的影片是怎麼樣的 好我也很期待 對對 加油加油 好啊你都加油了 嗯 謝謝你哦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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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因澳站A出口出 然后一路直走,走过去海旁堤坝的位置 到达堤坝就向左手边方向,沿着因澳湾 这样继续走 在这个位置,远往已经看到长索岛的中绩 我们只要沿着因澳湾走大约5公里的路 就会到达长索岛 好,放心,全程都是平路,超级容易 而注意这条路都会有很多车洗 要小心点 我本身很喜欢迪士尼 因澳湾都来过很多很多次 但出门今天是第一次 所以我连迪欣澳都没去过 有机会都很想去一下 现在等我说一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的冷知识 就是港铁英澳站本身是位于 因澳打水湾填泰区 因为2005年迪士尼开幕时 迪士尼公司就认为 因澳这个字不太配合迪士尼乐园的欢乐形象 所以就要求政府改了这个地方做因澳 很多人都不以为整个阴澳区都改称为阴澳 但其实阴澳只是地铁站位置的范围 好像这个海湾都依然叫做阴澳湾 一边走大家都会发现 有很多高达的木桩洞高在阴澳湾里面 我觉得这个画面是非常有北海道美应清磁的感觉 大家见到这些木桩的用途 本身是用来固定浮在水上的浮木 由于阴澳湾是一个内港 昔日是被用作为储存木材的用途 曾经在这里设立了多家木厂 但因为越来越多的道路填海工程 令阴澳原本的面貌已经改变了很多 现在大部分的房木已经消失 只剩下这些巨大的木桩和两个的房木码头 但我相信木桩 迟一点都会随着时间的消逝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大家都要快点过来看看 走了大约20分钟 就会见到一个分叉口 我们现在就转右边 经绿颈行人径过去绿颈村 我去的一天由于还是新年期间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我不选少人的日子去呢 那当然有原因啦 一会儿再告诉你 沿着行人径大约走了十分钟的路程 就会到达六颈村 一落楼梯望出去 就会见到第一个用傍木整成的小码头 连接着浮沫小屋 是阴澳小友保留当年木桶特色的建筑 但因为属于私人地方 所以快快拍好照片就继续前进啦 走前些就会见到第二个浮沫小码头 虽然它没有连接浮沫小屋 但是都超有特色 而且还可以走过去拍照 仔细点看这里的木材已经被侵蚀得很严重啦 都是那句 随着时间的消逝 这个画面可能随时会没了 要留着历史的一刻 就要快点过来亲身看一下啦 烧马头后面就是有一间士多 士多有水有汽水 还有柴火烧米卖 但我在这里就没闻到烧米的香味 因为在这里最强烈的味道 是浓浓的唇泊风味 好舒服 好捨异 继续前进 之后我们会见到一个不是用傍木整成 看似完善很多的码头 它就是绿颈码头啦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在这里等船 因为这里原本有一条来往绿颈码头 至到青龙码头的航线 已经在2009年停办啦 停办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 恩奥站的启用 大家都不再搭船过来陰奥啦 这间码头其中一个用途 就是用来曬咸鱼啦 哈哈 好了现在我们就在码头旁边沿着这条小石级走下去 经过这个石滩 就会到达我们的最终目的地 长熟岛是位于大嶼山北部 陰奥湾的一个无人岛 潮退的时候会出现沙洲 将长熟岛和对面岸的陰奥绿颈圈 所以如果大家想去长熟岛 就一定要事先上天文台的网 查定潮退时间表 右手边是阴奥湾 左手边叫做绿颈湾 刚刚我不是说过 为什么我不选小云的日子 就是因为我查了这一日是完美的日子 天气好之余 黄昏时间又是潮退的时候 其实亲身来到肉眼看 是觉得跟天使之路不是很相似的 但是在镜头这样看 就觉得真的挺相似的 但是它真的很短 是天使之路的十分一 十五分之一 我都不知道 这里很短 不过我觉得也是很美的 因为长熟岛它的颜色很有层次 我很喜欢的秋天色 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来的 这里也很 这里近几场 所以可以近距离地看到大格的飞机洗过 很棒啊 但又正正因为这样 我们今天就不可以航拍给大家看了 之前我妹妹也有来过 但她觉得这条路线实在太简单 最后她有挑战难度 如何挑战难度呢 就是沿着前面的长熟岛 捆边地走一个圈 但是大家如果没有这个体力 没有这个勇气 就建议大家不要试 所以我也是会试的 因为我妹妹也有一定的难度 大家不要轻易捆边 是要抱着石子捆过去的 她说从右手边的空空空空捆回来 这里围绕一圈 这里沿途的石他渴水都清晰得见底 风景又优美 日落美景更是美不升修 黄昏光线令到长熟度 变成另一个更加漂亮的面貌 大家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留在这里看日落才走 而香港的年岛沙洲其实不止陰墓这里 想知道还有什么地方 就记得订阅我另一个频道 背背包 在那里我已经拍了更多 背游香港系列的影片 希望大家会捧一下我牆 这条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